錄字句集 也就是如果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你要怎麼讓 Excel 幫你寫 然後寫完之後他幫你放哪裡 OK 特別注意 一 他錄完的東西 會幫你放在句集裡面 這個 比如說我要錄兩個 假設我要錄一個叫手機號碼 不過這個名稱太長 你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然後 這個錄完的都會在句集裡面出現 那我要怎麼錄字 首先因為我這個已經做完了 我先把它刪掉 他在哪裡呢 其實在Visual Basic裡面 如果你們將來錄完之後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環境可能拉開來 他一定會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以後的話我錄字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我寫的東西也在這裡 那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你可以把它分兩個模組 OK 那我先把它移除 所以把它要不要回去Fall 就不見了 按右鍵把它移除 好 那你們可能一打開會長這樣子 完全空的 所以我通通歸零 完全沒有 我們重新再來過 怎麼做 OK 首先第一個 你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請你先彩排一下 而且不要有多餘的動作 因為錄字聚集是把你所有滑鼠鍵盤的任何動作都記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有多餘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有多餘的動作 它也會重新再做 幫你記下來 所以理論上你要錄啊 Shift 向下 有沒有 Ctrl Shift 按住 再按向下 意思是說 從那邊幫我選到這一個範圍的最下面 Ctrl Shift 向下 這一定要記哦 錄字聚集如果你用這樣選的話 那不得了 它錄一大堆 可能錄一百行程式了 因為它只要動一下 它就一行程式 OK 如果Ctrl Shift 向下 就一行程式 那 刪除就delete掉就好 三個動作 OK 不要有多餘的動作 所以一 我做一次 所以你先彩排 你確定OK了 好 然後再來的話 油標記得不要先放在這裡 因為你如果 直接就放這裡 你現在這個動作少做 它就少入一行 有沒有 你一定要放這邊它會錄一行 叫做range14.select 它才會放這邊 OK 所以預設不要直接放這邊 你要放這個的以外 OK 那我們確定OK 沒問題 就開始錄字 好 一錄字聚集 二的話給它名稱 那名稱的話 取按鈕一樣的名稱 叫做手機號碼串件 如果那個名稱你自己取沒關係 你如果覺得太長的話 好 接下來的話 按確定就跟你按錄影機一樣 就是開始錄了 OK 所以你不要NG 如果你做錯怎麼辦 請你NG重來 OK 比如說按確定 然後呢 開始啊 忘了啊 下一步怎麼辦 好沒關係 停止 再來一次就好 然後你這名稱再打上去 然後它會問你說 已經有了要不要蓋過 要就重錄就好了 OK NG嘛 好沒關係重來 OK 像那個YouTuber嘛 現在很流行嘛 如果你們要當YouTuber也是一樣 其實錄影沒那麼簡單的 而且要從頭到尾不NG 那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好 像我上課也是一樣 我把它錄下來 所以我盡量不要NG NG的話要重錄啊 不可能重錄啊 而且我現場收音哦 直接錄下來的 所以也不能有太多廢話 不然的話 人家聽起來會很難過 對不對 而且講話不能太快 也不能太慢 好 它真的太困難了 你會看YouTuber都有後製哦 他後製就把中間那個有沒有 空白的地方都幫你把它刪掉 讓那個很連貫 但是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嘛 所以我盡量講快一點點 中間盡量就有點像我現在已經把中間消掉 消掉消掉了 現在太困難了 算了 可是我不是YouTuber 我只是分享影片 OK 4 重來一下 接下來的話 1 NG了 已經在裡面了 怎麼辦 重來 停止 記得游標放這邊一下 好再一次 所以這個錄製有時候NG好幾次是正常的 OK 你不可能說一次就OK了 確定了 好再取代 1 1 游標放這裡 好第一個動作 2 游標放上面打個勾 所以呢 意思是說你不用重新輸入那些公式 保留舊的就好了 你不要重輸入 重輸入 有時候會錯嘛 就直接打勾都可以 意思是他幫你把公式 記錄在他的VBA程式裡面 刪的話就點兩下 OK 舊的公式不要刪掉 OK 特別重要不要刪 不要 不是這樣你重新再來過 好這樣OK 就停止錄製 好完成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清除 再按錄製 第二個清除 所以這邊的話 把這個名稱把它改成清除兩個字 手機號碼清除按確定 1 游標一樣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OK 這要記一下 Delete 三個動作而已 好 大功到成 不要多餘的動作 錄製聚集最怕就是你多餘的動作 好 再來的話你就切到這邊 然後呢 編輯一下 他就會切到哪裡呢 切到 其實就等同是他把VBA打開 也把模組打開了 實際上你從這邊也可以進來就對了 OK 我們第一段就在這裡 它是Sub 所以Sub對應到就按鈕 有沒有 OK EndSub結束 有沒有 頭在這裡 尾在這裡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那他程式第一 第一個 所以我們其實就 最好是這樣 你就是錄完之後 如果在你看得懂的情況下 你可以加一些註解 什麼叫註解 單銀號開頭的 一 我是游標 所以後面可以寫什麼 游標放在一式儲存格 請各位自己打 因為這個敘述打給自己看的 所以你可以簡短打 你可以詳細打 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enter一下 這個第二個步驟是 在目前的儲存格 Sale的儲存格 輸入Formula的公式 就這一串公式 OK 再來的話呢 向下填滿的話 其實就三 所以這邊的話第三 這個參考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自己 在上面自己打一下註解 然後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一的話是游標放在 那個一式 二的話 Ctrl Shift向下 就這一行 第三的話就是 清除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會寫層次 你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反正慢慢從入字當中去學習 OK 不過我順便講一下 這個字可能本來會很小 工具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本來的字好像我記得好像是九號字吧 就這麼小 這樣看起來很不舒服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放大 請你到工具裡面的選項 有一個撰寫風格 然後去找到12號以上的字 按確定就好 OK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可以把字放大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怎麼樣知道說你是對還是錯 你可以怎麼樣 游標放這個區塊 其中一個地方 按上面的執行 有沒有發現 出現了 清除 有沒有要放這邊 執行 清除 OK 這樣也可以執行 這樣也可以執行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切到聚集裡面 他這邊也有什麼執行 有沒有 只是說這樣很不方便 最好的方法是 旁邊做按鈕 只是怎麼做按鈕 待會再看好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OK 要先彩排一下 錄錯的話 你就先停掉 重新再來過 OK 那以後錄製聚集 大概就是類似的做法 你就是在裡面加註解一下 知道一下 到底你錄了什麼東西 OK 那慢慢累積 因為VBA程式 絕對不可能一下子突飛猛進 但是 你可以透過錄製聚集 可以了解一下 他大概是怎麼寫的 不過你會發現 錄製聚集 他的儲存格就Sale 範圍就Range 那以後VBA用到最多 也是這兩個物件 除存格物件 跟範圍物件 OK 那 怎麼做 請各位 就是多 多去熟練他 因為錄製聚集 對於初學者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 是一個 進入VBA的一個 算是過度的一個功能 對於 完全還不會寫VBA程式的人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功能 因為至少就是說你不會寫的程式 它會幫你變出來 會幫你產生出來 這個是真的是不錯 我覺得很多人程式不會寫怎麼辦 那不就完了 就可能 像說像寫Python一樣 Python是不會寫就不會寫了 你也沒辦法 OK 那至少在Excel裡面 它還提供了這個功能 就是說你不會沒關係 我可以幫你寫 只是說它當然寫的 寫出來的東西 不見得是完全合用 只是說 至少 比起其他的那個開發的環境工具來說 稍微是更友善一些 請各位試一下錄製聚集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產生按鈕 按鈕產生之後的話 如果我想要直接變VBA的話 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這個部分 我們小心不可以在這塊 好像很難它 我們一個檢查